各位試想一個劇本 在全季唯一一座單圈距離超過7公里 且輪胎消耗相當可觀的高速雕性賽場 週六排位賽受到大雨角局下排位的成績不理想 卻在週日的正賽 靠著神來一筆的策略運用成為分戰冠軍 然而在慶祝完之後不到一個鐘頭 隨即因為技術上的違規遭到取消比賽成績 這種從谷底翻身結果再度墜回谷底 峰迴路轉的劇情聽起來很不能想像 然而以上正是賓士當家少主George Russell 在上週舉行的比利時戰所經歷的一切 同一場比賽當中也能察覺 擁有最快賽車的那支車隊 再度被策略搞砸大量拿分的機會 同時也能預料來年將有資深車手即將失去席次 這裡還沒提到當前曾盛集團極為接近的競爭力 即使賽季正式進入為期快一個月的數修 下半季可以預期將有更展開的劇情準備上演 雖然說F1的數修已經正式來到 將有長達一個月的時間沒有F1賽事舉辦 但是在虛擬世界中隨時都能開賽 為各位隆重介紹 TAS頂級模擬賽車競技聯盟2024賽季第二輪賽事 經過二月份第一輪賽事的廝殺之後 第二輪賽事將於8月3日登場 將於全台北中南6家模擬器俱樂部 在富士山腳下的富士國際賽車場同步展開對決 而這一次的賽事也是 賽車試運會的所屬賽事 形同是經由FRA認證 能夠從中脫穎而出獲勝的組合 將獲得10月份於西班牙舉行的 FRA Motorsport Game 出賽的資格 而為了讓更多有一項世界賽邁進的好手 有機會參與其中 第二輪賽事的報名時間延長至7月31號 而正賽將於8月3日無間正式起跑 賽事的詳情可以參照說明欄當中的連結 或是從TAS頂級模擬賽車競技聯盟 從官方的社群進入 想挑戰全台各路強者 或是前進世界舞台與世界各地好手同台較勁嗎 那就千萬不要錯過 在圍棋44圈的正賽 揮下方格棋之後 當中最驚喜的車隊及車手 莫過於賓士 以及從第五發車的George Russell 實際上在正賽起步之後 賓士一度不太被認為是有機會搶勝的陣營 週五自由練習階段 新換上了底盤套件出現的狀況 逼不得已趕緊換下 緊接在週六好巧不巧又遇上雨勢交局 在使用半雨胎的情況下 兩車手不斷回報車尾完全沒有抓力 最終是讓大牛雙車機 Leclerc 得以在排位賽階段搶得先機 不過在風雨遠走之後的正賽階段 Louis 在起步之後三圈之內 便成功爬上領先的位置 至於Russell 居然在同一場比賽當中 樹立起了寶胎大師的名號 第10圈換上的硬胎 居然一路使用了34圈直到方格齊徽下 單一套輪胎使用34圈在其他賽道看似沒什麼 但這一回可是在拳擊所有場地當中 單圈距離最長的SPA FRANKO SHARM比賽 單圈破7公里不搭近 更因為路線當中大量的高速彎道 輪胎的消耗程度在所有場地當中也是首見一指 且不能忽略在正式開賽的前一個月 賽道當中超過3分之3的路段才剛重鋪完畢 新鋪上的路面除了解決掉部分路段 因為半賽多年造成了顛簸之外 柏油使用的成分改變讓整個路段抓力對比過去大幅增加 然而在路面更加平順且抓力增加的同時 自然也增加了輪胎磨耗的速度 事實上從貝奈利在賽前發布的輪胎策略使用建議表 都認定無論怎麼配胎都離不開兩庭 然而Russell在起跑之後一路到第10圈為止 一路都卡在了俗稱DRS Train的車籠當中難以向前推進 第10圈為了尋求名次上的突破 提前進站並且換上全新硬胎 即便第一輪進站洗牌之後依舊占不到便宜 然而W15賽車這一回無論整體設定還是空力上的選擇 當換上硬胎之後似乎輪胎的消耗速度比預期當中來得更慢 且除了第20圈抄掉第二庭出戰的Paris之外 Russell絕大多數時間都與前車有著大概3-4秒的差距 進而避免了前車製造的Dirty Air加速輪胎 因為熱能堆積造成了衰退加速 賽程進入第26圈時Russell就與車隊回報 可以改走一庭策略 一路到第35圈前後 當所有車手都已經額外進行第二甚至第三庭的時候 Russell還能使用已經跑了超過20圈 累積里程破150公里的硬胎刷出1分47秒的時間 然而正賽到了最後五圈輪胎狀態迅速下滑 不斷被Louis拉近之外 更加是面對到了最新分戰冠軍得主Piastri不斷的進逼 索性最後五圈Russell得以守住後方的追兵 最終以不到1秒差距拿下今年第二次分戰冠軍 第二庭出戰之後拉近差距的隊友Louis 最終在找不到進攻破口之下以0.7秒差作收第二 卻也幫助兵士帶回自22年巴西戰之後首個正賽1&2 想當然拉對於Russell來說自然是十足興奮 不單是策略執行獲得出乎意料的效果 且這回是在沒有任何意外變數攪局之下拿到的勝利 名副其實的不靠運氣靠實力及策略取勝 然而就在比賽結束過後 一紙報告卻突然讓一切急轉直下 在頒獎儀式結束大約一個鐘頭 該慶祝的都慶祝完之後 突然跳出了一則重大消息 好不容易完美執行 幾乎形同不可能的一庭策略獲勝的Russell 所駕駛的W15賽車在進行賽後驗車階段出現的違規狀況 從檢驗組長Joe Bauer承報裁判團的文件中顯示 在抽乾賽車油箱內所剩的2.8公升燃油 進行空重檢驗時 無論室內及室外先後兩次的過棒 兩次的數據都顯示賽車的空重僅有796.5公斤 比技術規則當中所規定的最低798公斤 還少了1.5公斤 最終被判定失去排名資格 並及時取消分戰冠軍及所得積分 這裡剛好可以解惑一下規則 在世界一級方程式錦標賽技術規則第四章第一節當中 明定所有賽車的最低重量 是在不包括車手及燃油之下 不得低於798公斤 而Russell 的賽車便是在空車過棒這個規則當中出現的為例 但說來也奇怪 所有賽車不只是正賽後 無論三段自由練習還是排位賽期間 就會同時進行過棒的作業 當時Russell 的賽車也合格 但為何偏偏正賽就會出狀況 雖然賓士官方已經承認是賽前部分程序出錯 導致Russell 被判施格 但是大多數的推論都紛紛指向這回的施格 恐怕跟在此比賽一個奇特的賽後程序 以及幫助Russell 的一庭策略脫不了關係 然而是 獲勝的關鍵調度居然也是被判施格的關鍵 怎麼想要找到的 這裡就必須提到一些賽後作業流程的美尬了 一般而言在賽後驗車程序當中 除非技術代表需要抽檢 所有賽車通常來說都會使用剛跑完的車胎進行過棒 這邊就多少可以解釋為何在完賽之後 車隊都會要求車手在Cooldown Lab 進行所謂的Pick up the Marble這個動作 也就是盡可能多年一些散落在路線上的胎膠 盡可能讓賽車多增加一點重量 避免驗車的時候Keyong兩包 多少算是一種游走規則邊緣 但也不方便直接明文規定的技巧 然而這回是在SPA這座單季最長的賽場比賽 光跑完一圈就是7公里的距離 正常比賽時單圈需要超過100秒才跑得完 官方過去就擔心玩賽過後的Cooldown Lab 太過浪費時間 因此在近年開放所有車手在玩賽之後 直接從The Source Headpin 一旁的維修道出口 逆向駛入維修區 讓所有賽車進入賽後停檢區的時間大幅縮減 避免觀眾跟賽道乾瞪眼 然而節省大量時間的附加效應就是 無法在賽後沿路黏胎膠增加車重 而對於走一停策略的Russell來說 等同是鄭重要害 在重現當下所使用的硬胎 基本上胎面已經魔耗殆盡 大量的胎膠剝離之後讓重量進一步減少 輪胎消耗過大 加上沒機會黏胎膠補重量雙重夾擊之下 車重過輕被判定失格 雖然說讓人意外 但好像也不是預料不到 那當然也必須強調 以上的推論只是其中一個可能原因而已 實際上什麼環節出錯恐怕只有兵士知道 但坦白說SPA賽道開放完賽後 直接從維修道出口 逆向行駛回站這件事情 雖然早行之有年 但總還是有一些爭議在 一來就是每一座場地的維修區 再怎麼說都是單行道 逆向行駛回站這件事情 雖然說只要官方默許就可以 但總還是有些奇怪 二來就是SPA再怎麼說 也就7公里的距離而已 單圈距離長過這個數字都大有場地在 這裡就值得提到立馬24 及紐北24兩大耐久賽 比賽場地的單圈分別是13.6跟25.4公里 以立馬來說 完賽之後都會將ColdownLab跑完 讓場邊觀眾能一睹贏家的風采 至於紐北24至少是用5.1公里的大獎賽 分戰專用版圖進行回站 既然連比SPA更長的賽道舉辦比賽 都沒把ColdownLab給省略 以至於當前F1當中 介於6至6.5公里的場地也不在少數 所有車手在衝線之後 都還是會完整地將完賽後的回站圈給跑完 但偏偏SPA就允許在維修道逆向回站 並不是說這樣的做法不行 但怎麼看都覺得為什麼就SPA最特別 那當然啦 既然賽道方都默許又是官方的主義 且這幾年下來 觀賽的群眾雖然偶有反彈 但看起來都不太明顯 似乎這件事情也沒什麼好多加批評的 那當然對Russell來說 因為技術上的違規被判施格 雖然殘忍 但規則就白紙黑字寫在那個地方也沒得凹 但好不容易靠完美的輪胎策略 翻轉排位劣勢並拿下含金量十足的一勝 卻因為同一個策略 即不同於其他場地的完賽後 作業程序讓勝場就這樣沒了 會不會就此影響下半年Russell的心態 這都還有得觀察 而在Russell被判施格之後 分戰冠軍就由起跑表現強勢 並領先大半時間的隊友Lewis地捕獲得 僅兩戰之隔 生涯勝場的數字就意外地推上到105 而對於賓士來說 雖然因為Russell被取消資格 無奈丟了今年首次正賽1&2 且積分少拿了18分 過去四戰贏了三場 也宣告迷失快兩年的三盲星軍團 終於重返征勝甚至爭冠的行列 本來跑在第三 以1.4秒差無緣勝場的Piastri地捕之第二 而頒獎台最後一個位置就由賽前地捕 甘位起步 最後一輪Tyrstein驚險手下Max跟Norris的CharlotteClaire拿下 在賽車競爭力明顯跟預期有落差之下 還能在拳擊最快場地收下一起前三 也算能夠交代了 好了 講完賓士這一場正賽 如何車庫左右兩邊兩樣琴之後 不免蘇又得提到當前排名前兩名的兩隊了 McLaren在圍棋44圈的正賽之後 雖然在Russell遭判成績不算之後最終名列第二級第五 坦白說對McLaren而言要說再次錯過大量 追進與大牛差距的機會真的不為過 週五兩次自由練習的表現看下來 McLaren 雙車依舊擁有最佳的單圈表現 即便週六的排位賽因為賽車設定出了些狀況 及天與路滑影響最終落至第四級第五 但是在進入正賽之後 McLaren 雙車事實上仍有搶奪勝場的本錢 然而Norris起步之後 就在Lasaurus Headpin衝出賽道一路掉名次 緊接在第一輪近戰洗牌當中 再度因為近戰時機不佳 被從第十一位起步一路後追的Max給Undercut得手 且從各路陣營的尾翼形式選用來看 幾乎所有陣營都為了增加直路表現 採用下壓力較低的尾翼 結果就大幅抵消了DRS的作用 除非在Aruge以及Radeon有出彎的速度優勢 否則要超車都不容易 Norris從第一輪換胎到最後一次Tire Stint 再到衝線為止 超過25圈的進攻都難以抓中Max的失誤並下手 且即便是第二停出戰後 一路能縮小與賓士差距的Piastri 都不是沒有潛在的瑕疵存在 失去爭勝的關鍵 大概要數第二停的時候 又發生了像Norris英國站進Pitbox時 鬼掐窮跪逃的狀況 技師團多花了約一秒鐘移動 才順利完成車胎更換 結果看回來 因為多這一秒也形同賠掉潛在的分戰冠軍 畢竟相比賓士雙車 Piastri當下車胎是有抓力的優勢 面對硬胎用了30來圈的Russell 及中場階段硬胎狀態快速下滑 多次鎖死或過彎推投的Lewis Piastri還真有機會拼一己之力獲勝 基本上這也是現階段 Maclaren 形同有一點無解的問題 就是在近戰策略上 始終不如大牛賓士來得進取 更黃提兩車手間透過Teamwork 牽制其他車手將策略化被動為主動 策略多次的失誤或者是反應太慢 無疑都對Maclaren 的搶分大戰 造成了不少負面效應 而在同一個週末 同樣麻煩纏身的也包括大牛 先有開賽之前Macs由於更換上 今年第五套的ICE內燃機套件 已經超出單一車手單一賽季最大使用配額數 先罰退10位 算下來已經是連續三年在同一座場地 被踢到中後段名次起步 週六的雨勢攪局下 最終不影響兩車手的表現 速由雨戰大師名號的Macs 從Q2直到Q3結束為止 合計四圈的Flying Lab 每圈平均都能甩開後方對手快半秒的時間 即便因為罰退10位似乎都不必過於擔心 無奈正賽展開之後 RB川里在全甘地的情況下 似乎競爭力再度不及Maclaren Macs雖然正賽不到8圈就回到積分圈內 面對競爭力差不多甚至更好的紅軍及Maclaren 都顯得極為吃力 索性第一次進戰的時機判定 讓Macs獲得關鍵的心態優勢 擋下了車手冠軍的最大對手Norris 名次重新洗牌後至少帶回了一席第四 但同時也無緣挑戰連三年達成Comeback Win 然而對於Checo來說 正賽的表現卻完全跟排位賽是判若兩人 排位賽面對極為濕滑且水花四起的賽道 仿佛突然想起是怎麼開車 Q2最後一圈腳卡的當下 以千分之三秒差距驚險將Albon給踢出局 進入到Q3之後狀況依舊穩定 中場前一度是與Macs分居一二名 即便領頭發車的資格被LeClaire搶走 仍無阻Checo在今年歐洲賽程首次進入頭牌發車 甚至可以說在Q2結束當下 是贏下今年最關鍵的千分之三秒 然而正賽又是另一個世界了 起步當下由於未除賽道Dirty Side 導致起步加速不太理想 先遭到Louis給搶位得手 雖然對比紅軍Maclarin多一套中胎 得以走完全不同的輪胎策略 然而Checo似乎在賽程中段 再度出現掙扎名次一路掉 最終在名次變動後 僅以第七回來等同一場正賽掉了五個名次 對比賽前預料能夠登上頒獎牌 如此的表現形同是不盡預期 甚至有可能就此影響來年的席次 目前最新的消息是 大牛已經確定會在比利時戰後的星期一 也就是今天的晚間開會決定 Checo來年是流是走 沒意外的話 在影片上傳的當下 最終的決議已經出來 坦白說看完正賽當中 掙扎不斷的表現 再加上Dr.Marco賽後 針對Paris的正賽表現所下的評論 真心覺得Paris真的高機率 連合約都還沒生效就遭到釋出 各位又怎麼看咧 且對於大牛來說 從季出海放全場到現在留在前三都難 賽車的競爭力對比其他陣營 形同完全沒有成長 接下來一個月的時間 對於Milton Kings的開發團隊來說 肯定將壓力山大 如何在接下來為期一個月的屬修 對車輛問題理出頭緒 並端出對應升級重回領先地位 這五一是過去 聯裝兩屆車隊冠軍大牛 必然要思考的 Alright 那這回有關比例實戰的相關內容 就差不多到此 老實說 在看到Russell被判施葛的當下 就已經確定不少內文要改了 當然在這一個月的時間當中 對於各路陣營來說 真正的研發大戰才正要展開 如何在下半年最後10場賽事拔得頭籌 各路陣營的車輛開發狀況好壞 將決定今年最終名次如何變化 那當然再次宣傳一下 TAS 頂級模擬賽車競技聯盟 2024賽季年度第二輪賽事 報名截止是7月31號 而正式比賽的時間 將會落在8月3號的下午 無論是想挑戰自己 或是想一睹車手們的風采 真心建議不要錯過 那就下回見囉 掰掰